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歪曲的灵魂 看到的不是光明 看到是黑暗 整个武汉在开始的一个阶段 由于对疫情不了解 有点仓处上阵 确实有些混乱 那种混乱持续的时间很短 后边主流都是抗疫 都是志愿者 都是医务人员奋战 都是社区的工作者 一派争争向上 非常的景气有然 却看不到 描写的全是那个一段 两三个星期的混乱的局面 把它放大 同时编造了很多 不可能出现的事 我在武汉前线一直待着 到各个医院我也去 我们如果一个患者不幸逝世了 我们都是把他身上尽可能的东西 包括纸片 包括手机 包括项链 包括手表 包括他穿的外套的衣服 都给他放到单独的一个包里 给他记好了 说好名字 然后把这患者要给他做静身 给他洗一遍 洗干净擦干净了 然后用这个被带把它裹起来 把它放到太平间 都是这种处理 我们还要进行 集体对他有一个默哀 是吧 对死者有一份致敬 都是如此的 我们不可能允许 把病人的手机手表 带到火葬场去烧去 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出现火葬场 一地的手机没人要 有的手机还要真正想 这一看就是编出来的 那些手机 很多都是带盖的手机 那些带盖手机 现在还有吗 那看就不是现在的 根本也不可能出现的 他竟信 并且把它还放大 是吧 以为能给国外一些反动势力 送几个攻击中国的 这个这个证据 没想到西方国家 比那个还要乱 所以现在方方日记 在国际上不吃香了 因为慢点 人说这个 他们国家比这还要乱了 见怪不怪了 是吧 他已经失去价值了 所以我说我们通过这事 包括这个许可欣 尤其可 是吧 他写那些恶毒的语言 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 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女生 我见中国业务大学校长 我说 我说对贵校一直是崇敬有加 我们好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但是一个许可欣把贵校名声给败坏了 是吧 我说 一个许可欣败坏了一个大学 反而来我们要考虑自己 我们的高等教育 我们的各种教育 我觉得国情教育至关重要 一个人你不管知识怎么样 你的学术怎么样 热爱自己的国家 热爱自己的祖国 热爱自己的人民 热爱自己的文化 这是基础啊 这是做人之本啊 一个人不能没有根 忘了自己的根 那还叫人吗 所以我觉得不但中国人不尊重你 国外人他也不会尊重你 一个忘本的人 怎么能去交朋友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 更多的要结合国情教育 了解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制度就适合我们 什么叫人权呢 生辰权是根本之权 这次疫情非常体现出来了 没有生命谈什么呀 平常喊的人权到了关键时刻 没有人权 大批人就放弃 不救治 让人大跌眼镜 说的做的完全是两回事 暴露了自己虚伪的本质 所以我说这次抗疫 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国情教育 也是一次非常好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教育 所以我几次回到学校 进行这个批示的时候 我都提出这些建议 把这次疫情 做一次生动的政治课 所以今天能讲这些课呢 我非常的愿意 可能我讲的不太好 不生动 但是我非常愿意把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交流 我在武汉待了82天 看到的 想到的 我都跟大家交流 确实值得我们去反思 只有在中国 才能做到这点 才能赢得这场抗疫的胜利 才能救治每一个患者 不管你是多大岁数 不管你是穷人富人 都是如此 哪个国家能做到 我们有中医药 弄那么短的时间 控制疫情 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又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去思考 结合这个案例 结合我们平常的教育 党性先进性教育 国情教育 我们的制度 四个自信的教育 体会的更深刻了 我希望我的这点感受 能够跟大家共享 感谢观看